那麼疏液 醫院的疏液現在不夠 疏液有幾種 一種是葡萄糖鹽水 一種是沖洗 比如有些器官的沖洗 它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去 再沖洗 把它沖 血什麼沖掉 一種是打針 比如說要打抗生素 吃的效果比較差 它就用掛點滴 把那個藥放在那個疏液裡面 這樣比較快 你全身立刻血液裡面 都是抗生素 陳金輝委員是說 台灣需要幫助 不夠 就一家提供台灣80%的疏液 這家還給你違規 一處罰他 就停止生產 就不夠了 怎麼可以讓台灣只有一家 這個壟斷太厲害了吧 這是醫院很重要的 需要的疏液 怎麼可以讓一家來壟斷 公務評委從來沒有講過話 衛福部從來也不讓我們知道 現在突然發覺只有這一家 真的是荒唐 這真的很荒唐 你什麼事台灣做的 可以只有一家生產再80% 不很荒唐嗎 現在說要專案進口 國民黨說一個委員曾經違反GDP 另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健保給付藥品 點值過低 所以其他工廠不做 只有這家做 做因為做的數量夠大 而且他賺一點點錢也就夠了 然後再給你圍一個龜 就變成這樣子 另外總統要設一個健康委員會 這樣衛福部會不會變成傀儡 衛福部長 邱太陽說他們都會尊重我 到時候你看好了 我才不相信 另外吳秀梅被講說是 派系鬥爭下台 邱太陽說是人生規劃 衛福部長說不是派系 是人生規劃 陳時中是力挺吳秀梅 他說並不是被拔關 他已經盡忠職守 而且辛苦了 絕對沒有鬥爭 也沒有什麼心結 另外林淑芬還是酸他 說他能力態度都不及格 能力不夠態度 這立法院還很這個雄悍 跟立委吵過來吵過去 所以能力態度都不及格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國安危機 如果今天我們有很重大的公安意外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自己的生理鹹水 可能威脅到國安危機的 就是國民黨立委陳金輝手中的書譯 庫存拉緊報將近兩個月 如今食藥署執行專案進口 要補足書譯缺口 但似乎也有疑慮 你們是怎麼決定是這七家 要來進口 我們現在兩三倍價格的書譯 還有這一家橫山 是為什麼會對你們列進去 尤其是你們在網站 還曾經公開說 他嚴重違反GDP 如果這個業者已經提出改正報告 而且經過我們確認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等於他的違規已經矯正 衛福部忙著補足基本醫療後才 但總統賴清德宣佈成立 以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未來醫療相關的問題 到底誰才說的算 健康台灣促進委員會所做的決議 衛福部是不是要照單全售 你有沒有說不的空間 你認為他會尊重你嗎 我覺得他們都會尊重我 強調外部溝通沒障礙 但卻傳出內部派系鬥爭爭議 才讓吳秀梅被辭職 時要署長一職 如果說衛福部的派系鬥爭 只需烏有 人勢的更換那都是按照人生的規劃 高階的各官員或者跟我們的立委 當然有一些觀念不盡相同 那都是要溝通 沒有所謂這樣子 因為以前的這樣的心結而被拔官 前部長陳時中也幫澄清 畢竟共事多年 各中滋味前長官很瞭解 衛福部內外爭議多 眼前醫療號才缺乏 恐怕才是重中之重 這個問題的嚴重 真的已經是國安問題了 我覺得食藥署說了謊話在騙我們 我特別去請教了藥士公會 藥士公會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小的診所根本已經 幾乎叫不到 連大的醫院 大醫院現在是怎麼樣 你叫五星 他只有給你兩箱 現在衛福部還跟你講說 我們到這個月底 這幾天都還有存量 所以已經是不過了 現在還出了一個問題 現在緊急說要開放 就是剛剛講的 專案8個國家15種的輸入趕快進來 結果現在第一線 聽說不到知道怎麼操作 問題都是一堆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趕快用那種 非常嚴重的那種心情 非常緊急的食法火急 趕快去面對這個問題 當然它結構面可能是兩個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你壟斷一加 這樣大概七成左右 七八成以上 第一個價格 你的點數又那麼低 這兩個趕快去解決 那更急的是什麼 你這幾天就已經都沒有了 事實上現在政府不能跟我講說 你去的還是有 病人去的或是要打主意的 就是沒有 政府要講真話 趕快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事情簡單 就是趕快緊急進口 就這麼簡單 現在一台就是有些不會操作 不會有問題 怎麼會不會操作 那個書譯 專業的人大概都很清楚 我覺得我比較擔心的是 這種事情怎麼沒有預警 沒有預警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缺書譯 哪天可能缺什麼抗生素 不只沒有預警 你現在就騙你 說還夠 這個就是怕被罵 所以有一點隱瞞 這個就不對 所以我覺得新政府上來 要面對的就是 你既然知道面對國會是這麼強大 你應該是更 比以前要更認真的去掌握 而且是更誠實的去公布 這樣子才能夠得到民心 你知道嗎 這個才是重點 你不可能得到國會對你的支持 至少可以得到社會對你的支持 如果今天連社會對你的支持 都輸掉的話 民進黨還擋什麼仗 曾經會就問 你現在從7家進口 價錢是台灣的兩 三倍 你怎麼挑這7家 中間有一家 還違反GDP 在網上被衛福部公布 你也把它放進來要輸入 你到底在搞什麼 阿欣 我覺得其實過去這8年 尤其在疫情期間 我們對民進黨真的覺得很難信任 大家從口罩 從快篩到疫苗 通通都在搞黑箱 然後每次都是一個小吃店 莫名其妙就拿到藥證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進口 那這次輸業又是類似的狀況 為什麼就是一家壟斷 而吳秀梅說不是被突然拔關 明明戒掉的時間還有半年 為什麼突然把它換掉 話該說清楚 貝翔 我覺得其實上次就有聽 陳富翔 陳大老講到說 這個輸液基本上 因為利潤太低 所以沒人要做 所以我們只剩下一家廠商 他們政府壓他們壓了 只是一家廠商在做這個事情 結果之後這家廠商出現 這個製造問題的時候 製造不符合的時候 就整個全部垮盤 全台灣只靠一家輸液 輸液廠商在做 所以說這個現在狀況 其實不只是只有輸液而已 包括我們現在用了很多 利潤很低的藥品都不能用 因為去年81億的藥品補助費 直接砍了25 只剩下56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利潤很低 很重要的藥都不能用 另外一方面 不生產的 不生產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這7家嚴格講起來 我認為可能也有弊案 就跟超市一樣 為什麼是這7家 SOB在哪裡 標準在哪裡 來 永明 民進黨的用人邏輯 都是靠你的政治效忠 跟你的能力都沒有關係 像這個問題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今天全面性的大爆發 難道不是你陳時中 非常的沒用嗎 可是陳時中現在 不但繼續做高官 還繼續扮演他的重要角色 然後一點都不為他 他把整個系統搞壞 而負任任 民進黨真的 不要花那麼多的精神 要把謝國良給扯下來 然後花那麼多